大家好啊 这个今天是2020年的7月11号 周六 西班牙时间16点左右 那么北京时间啊 22点啊 我们比中国时间 比北京时间吧 晚了6个小时啊 当然啊我们说北京时间 实际上那个时间是以陕西秦岭深处 一个 叫什么相当于天文台啊 格林尼治 国际上是以英国的格林尼治 过去 翻译成格林威治啊为标准时间 这个分成一个一个时区啊 北京的那个 所谓北京时间实际上是陕西秦岭时间啊 这个大家要清楚 那个位置呢 比较保密 而且还是有武警在那保卫着啊 但是呢约定俗成 叫北京时间啊 这个 今天呢 7月11号啊我看我这是 订阅者啊突破了2万了 现在达到了2万2000多人了 其实 三天前就达到2万了 2020年的7月8号就达到2万了 但是他这个信息的 他有一个滞后啊有一个延迟 嗯这也 符合正常的规律哈 这个 要说点什么呢 我的这个订阅者呀我一直不是太愿用粉丝 说实话 面对大家伙的时候我的心情 是诚惶诚恐的 是一种尊敬的啊 是 非常的尊敬 是一种敬佩啊 啊 是一种 不是很自信的心态 虽然我也挺能聊挺能砍 就是有时候侃侃而谈啊 我最长的一个视频 聊这个风水啊 当然我那个风水啊不是风水大师的 那种职业风水大师的风水 而是我眼里的风水 那一个节目我就聊了 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零18分钟 当然有的时候也要过于的啰嗦 嗯 订阅我的这些人 我是非常的尊敬 为什么 我没念过书 我说念书我指的是校内教育 是吧校内教育我就念到初中 然后我就上班去了 给人家扛大个 给人家看大门 是吧装卸工 保安 车间工人 是吧 服务员 厨子 刷锅洗碗 卖衣服卖鞋 我是什么都做 但是呢 嗯 我也是好学啊 我业余时间我真是 手不试卷 真是手不试卷 天天看书 无时无刻不看书 啊我们家这个客厅 啊有四个大书柜 然后连厕所卫生间都摆满了书 啊卧室的床头 到处 到处使书 我是特别喜欢看书一个人 反正文艺方面也还行 是吧我画画 画工笔画也得过奖 参加历史地理 这种智力竞赛 啊知识比赛啊 这也得奖 然后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是吧 这个 学校演话剧 我也演个男主角 我是这么一个人比较活泛 但是老师教的课我是死活不爱学 从小我就有点反潮流 是这么一路人吧 嗯 反正呢 关键是我特别享受哪一点知道吗 我特别享受当我做了一期节目之后 大家伙给留言 留言的时候 呃发现了 我的这个群体啊我的这个订阅者 就是良师益友啊或者也可以叫粉丝吧 大家都这么叫就这么叫 就是这些订阅者真是能人辈出人才辈出 藏龙卧虎啊 是吧 然后各种的高人 高人啊都能对很多问题 提出见解 非常的有见地 有见识 非常的 有穿透力有水平 有的人说的一针见血 入目三分 有的人说的呢 特别的入情入礼 是吧从各个角度 我都能学习 我觉得我是一个 开这个节目 是 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享受的过程 幸运的过程 幸福的过程 嗯 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啊 所以我一开始做节目 我也 经常说我说我听说 大概 可能 也有人批评我 说你这不是道听途说吗 说你有谱没谱 其实很多事情 不是太绝对 有的事情 或者我只了解了一面 是吧 某一个角度 比如说 就像盲人摸象 是吧 我摸到他的腿 就感觉是个柱子 是吧 有的人摸到鼻子了 有的人摸到象牙了 哎呀怎么那么尖锐呀 是吧 这不一样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么多人来订阅 给我捧场 捧场也好捧场也好 是吧有人的 帮个人场 有什么的帮个什么什么什么 非常感谢吧就是感谢啊 这个我也没有别的啊我就是 有人说好汉子长在嘴上 是吧 我也还算是长了一张巧嘴 呃 也 当然我也不能说是那种巧舌如簧 口蜜附箭啊 两面三刀的人我还真不是 我自认为还是非常真诚啊 非常的实诚 甚至有时候都傻 啊年轻的时候 被人骗钱 好几次 还不是一次 啊 每隔几年就有骗子找我了 当然有的也不能说是骗子 是吧有的生活中的人 朋友啊邻居啊 他缺钱了 那找谁啊 是吧找 好说话的 还得兜里 兜里边还得有俩子的 是吧你没钱他不能找你吧 对吧 有的人有钱呢 呃可能 叫什么叫为父不仁 或者叫根毛不拔 是吧 北京话根毛不拔 铁公鸡 是吧 大衣柜没按拉手 抠门 我还行 所以有的人哎呀给点 借点 过两天给你 这两天变成20年都不还我了 哎呀 行了也不说他们哈 反正每个人吧高高兴兴的活着 是吧 有基本的善恶是非对错的判断 基本的啊 善恶是非对错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那这一辈子活的就不叫人 是吧 你再有钱 你再有势力 你做再大的官 这种人我不佩服 是吧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善良一点吧 当然前提是别挨坑别挨骗 对吧 因为这个江湖险恶嘛 是不是 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人呢 不是光分享我的辉煌啊 我的成功啊 是吧就像那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啊 是吧我这个马施前提啊 走迈城啊 我都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大家伙 最起码有两万多个人现在愿意 看我的节目 看我跟这刀逼刀 是吧 跟我啰嗦也好 刀逼刀也好 砍大山也好 白活也好 是吧聊大天也好 吹牛也好 摆龙门阵也好 白象也好 是吧 大家都愿意看 愿意看 我就付出我的努力 对吧 反正我也不上班 说实话 是吧 跟我爱人一起做做家务 做做饭 剩下的事我都可以跟大家来聊天 是吧 很好的 我觉得 我的兴趣也特别广泛 这点呢 也是 大家愿意看我节目的原因 是吧 比如说我喜欢的东西特别多 比如老北京的东西 老北京的大街小巷 你像我做粮油批发 差不多有30年 是吧然后我打工 打工都16个单位 因为我在北京干了差不多15个 然后还到上海杭州还工作过 而且呢我不光是在北京长大的呀 我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 我还到河北白杨店 对吧 河北白杨店我们老家 我妈的老家 我还回老家生活了一年多 所以我的经历 像首都北京大城市 河北的 北方农村 是吧 上海 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 杭州 是吧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然后我做生意 是吧我跑到山东 采购苹果 跑到东北三省 采购大米 跑到福建 张州 采购卢干 是吧跑到河北张家口 采购这个 葡萄 红地球 红蹄葡萄 全国各地我到处跑 是吧 后来呢 这个稍微的闲一点之后 全国各地旅游 是吧也世界各地 也去了一些国家 而且我有个特点 我记忆力确实比较好 是吧 我读 读书吧 基本上是 过目不忘吧 基本上是这样 现在稍稍差点了 毕竟五十来岁了 是吧 而且我可以 跟大家聊各种各样的书啊 是吧 聊各种的见闻呀 这个 挺好玩啊 大家 啊 跟我好好的啊 我跟大家好好的 咱们聊聊天 互相的交流啊 这个 如果有人给我留言 我绝大部分 我都仔仔仔细细的看 我给大家点赞 我给大家回复 是吧 这个 93%左右 是来点赞的啊 是来 是来顶的 也有6%到7 7到8 是来骂的 是来指责的 有些说的不是事实啊 我有时候 距离力争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呢 我稍微的身段柔软一点 跟他好好沟通呢 哎我们也能成朋友啊 所谓的 化干戈为玉帛 事实上 没有什么矛盾 是吧 没有什么矛盾 有时候看问题的角度啊 观点啊 每个人的性格啊 脾气秉性啊 人生经历啊 家庭背景 教育背景 教育程度 是吧 这都不一样 所以也是求同存异吧 当然如果你是反人类的 是吧 独裁的专制的 法西斯的 那这就没法聊了 是吧 就基本的 基本的是非 黑白 对错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能 沟通 都能聊 是吧 大家来这呢 呃 有的人是想学点知识 有的人呢 是弃恶扬善 学点善的东西 是吧 做个好人 呃 如果我呢 跟大家聊的过程中 如果啊 呃 当然我有时候说的也都 不对啊 有很多错误 谬误 如果我能给大家提供一点点的 这个知识也好 经验也好 或者是向善啊 呃 善良的东西也好 那么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那么我还要感谢 感谢两万个朋友啊 非常感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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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